一个谣言你要花十倍甚至一百倍的力气 才有办法去澄清 那为什么今天必须要用提告的动作 是因为王洪威已经不是第一次 痛批遭到爆料抹黑恶意重伤 民进党前副秘书长林飞凡现身提告 对象是国民党立委王洪威 在我人生至今35岁 我没有贷过款 那我也没有任何的房产 我不像他一样坐拥豪宅 然后用抹黑造谣的方式来博取选举上位 这是我们最大的差别 决定提告的关键是蓝营这场记者会上 播放的爆料录音档 王洪威在记者会上透露爆料录音档 声音来源是前何库投信董事长 卓榮泰确实有去找前何库投信的董事长 林伯钧去 对不起又讲错 林伯玉 记者会上指控卓榮泰找公虎银行帮候选人 桥贷款扯到林飞凡 几次说错了林伯玉的名字 靠旁边林伯春提醒更正 记者会后林伯春也跑到法院提告 请林飞凡先生跟检察官证明清白 这种造谣抹黑的方式来去诬指 诬陷我们都不会姑息 担任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竞选总部总督导卓榮泰同样 po文谴责决定提告不容许 王洪威不断无地指控 再呛指控别人时无需查证 自己违规广告视而不见 王洪威挑起的战火 林飞凡和卓榮泰都用提告自亲 杜绝不实谣言 三立学位孟国华林观众欧玉文台北报导 перв学位孟国华 flor